而另一位在上海举行完新专辑发布会的李黛默也来到音乐风云榜 担任网络榜接榜嘉宾 而新专辑敏感者的主打歌《患者》在榜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欢迎回来马上为您揭晓的就是第十一名的歌曲了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就是李黛默的《患者》 一个孤独症患者 一手横不来 李黛默表示在录制新专辑时 有的时候会不在状态 而每当这些时候 他总会有自己的一些秘方来找回状态 录音的时候有一首歌其实简单的是 录制的时候自己找不到那个点吧 就会把手机翻出来 然后看一看之前的那些东西 然后把它放在了普架上 是看着手机然后录的 他生的伤 一道孤单心就会疼 伤最后的一道 有的时候会被判施完 但是有的时候会被判断了 后面在这种里面